Hello 大家好 我是Ada 不用擔心我的鏡頭在這裡 所以我的手是可以開車的 我現在正在做訪問和都市日報 我想今天帶著你到處走 因為我想讓你知道我每天吃什麼 我不是每天都是這樣吃 因為我不是每天都會在家 三餐都在家吃 但這個是最理想的 如果我三餐都在家吃 或者沒有人約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吃 我每天都會特意做一個小時起床 就會談我的舊子 我今早走久之前 就吃了西瓜和熱成果 如果你沒試過這樣 西瓜和熱成果這個組合 一定要試 我告訴你是超好吃 是我最喜歡的早餐 但因為有點貴 所以我不會每天早餐都這樣吃 我通常早餐都會吃一條香蕉 我大概會給自己一個星期一次 這個混合 我通常吃完早餐 我就會逛我的小狗 因為我的小狗要在外面 在外面操作 我自己都很喜歡跟我的小狗走 因為我覺得這是養小狗的好處 他們會逼我出去走 就算天氣沒有冬 就像今天一樣 但是不能偷懶 因為不是的話 Coconut就會 他一會很悶 他就會發我脾氣 所以我一定要帶他出去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我 是好事來 因為他也是逼我做運動 吃完飯不會就這樣坐在這裡 會逛逛他們 對我自己的身體健康都很好 對我來換一條 讓就要讓開我的座椅 拿起我的座椅 媽媽 kingdom in 誒誒誒 快變了 誒誒誒 誒誒 Yess! 找到個位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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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和你們聊一會 好了 這個麥皮就是我昨晚已經準備了 我以前很討厭吃麥皮 我覺得很難吃 但我發覺是因為我做的方法不好吃 所以就搞到不好吃 如果你試一下我這個 是真的很好吃的 我差不多 我不會說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每個星期都會轉一轉 因為這樣又有新意 而且可以試一下不同的新食物 我喜歡麥皮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很方便 我平時如果在家裡有空的話 我就會普通這樣煮 我自己就喜歡熱吃的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吃的 但當我知道我明天很忙 沒有空煮的話 我就會故意前一晚這樣準備 那我就可以一起來就這樣拿出來吃就可以了 這個你可以做一個早餐都可以 或者做午餐都可以的 尤其是現在天氣冷 所以都沒問題 就帶著這些 Oh my God 轉一下位 那這個麥皮我怎樣做呢 我首先就加半杯的 就是old fashion organic jumbo oats 那你記得你吃麥皮 最好不要吃那些instant 或者quick oats 因為它那些是把麥皮弄細一點 可以快一點煮 那那些反而會少些纖維 所以如果你買的話 最好就是買一些 old fashion的大大粒 那全部的纖維都會在那裡 然後我就會加一杯的豆奶 我自己在家吃的話 我都會盡量吃素的 就是不會牛奶啊 芝士那些 所以我也是會用豆奶的 還有豆奶也多一點蛋白質 多過牛奶的 還有有沒有牛奶那麼肥 所以豆奶是最好的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豆奶 因為它是很creamy的 那加了一杯豆奶之後 然後我就加了一個tablespoon of chia seeds 那chia seeds也是好像那些種子 我不太知道中文是什麼 但是它有很多纖維 還有也有很多蛋白質 還有它們是沒有味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每樣東西吃 什麼都加一湯匙 因為它們真的很有益 那之後我再加了one tablespoon 的cacao powder cacao powder也是很有益的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巧克力其實是很健康的 但是因為它是加了牛奶 所以才變成沒有那麼健康 那本身健康的部分就是cacao powder 那cacao powder就是我今天用這個 好像巧克力粉一樣 但是苦了一點 因為它是沒有糖的 那之後我就會加了一個tablespoon of蜜糖 讓它甜一點 就會更好吃 那如果你想完全是健康的不甜的 那你可以不用加蜜糖 但是我覺得要加一點蜜糖 就是做人不用那麼辛苦的 我已經吃蜜皮了 應該有一點點獎勵 有一點點甜 這樣獎勵一下自己 那上面你可以自己加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加草莓 蘋果 我今天就加了藍莓和蘑菇在上面 就是這樣了 之後我就把這些全部放進冰箱 我今早拿出來就是這樣 但是你最好用之前 就這樣shake一下它 其實我應該昨晚shake一下 但因為我想今早拿出來也漂亮一點 不要混在一起 但其實最好就是你昨晚shake一下它 它就會均勻一點 那它今天就會好像很濃稠 很像一個pudding的質感 好了 十二點五十二分 我現在要上去做訪問了 好了 帶你們過來 準備好嗎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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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一天的工作後 當然要快點回家做晚餐給自己吃 這是我自己自創的菜包肉米taco 首先我放四份一杯泥物和二份一杯水 在鍋裡 然後再把火價為大火 泥物和水的比例都是1比2 我通常都會把泥物代替飯 因為飯有太多糖粉 所以晚上黑食也不太好 泥物也是充滿豐富的蛋白質 含有9種礦物質 有很多纖維和滴都是充滿豐富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偶爾可以用泥物代替飯 之後用蓋子蓋著 大概5-10分鐘就差不多了 其實我在做泥物之前 我已經蒸了我的粟米 在粟米快要完成之前 我放了一些毛豆在水裡 讓它煮滾 當你看到水被泥物吸收完之後 就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再加一些生的洋蔥 在我晚餐裡面 我吃蔬菜通常都會盡量吃生的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把蔬菜煮了之後 它的營養都會沒有 你看到我這個晚餐 如果不加醬的話 就真的一點味道都沒有 所以一定要加醬 不是真的淡貌貌 但是醬通常都會有很多鹽份 如果你看過我之前的 Healthy Lifestyle Tips的影片 你都會知道鹽份很容易會令你水腫 看起來好像很肥 所以我就決定了 要自己做一個自家鼻製的辣椒醬 如果你們想知道 怎樣做我這個自家鼻製的辣椒醬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你們一定要好吃得辣 因為我很喜歡辣 所以這個也挺辣的 搞定了 是不是很快呢 這個晚餐 真的最適合我這些 又爛又貪方便的人 事先聲明 我當然是吃多過這四塊 我只吃這四塊哪一塊飽 我大概每晚都會吃10至15件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生菜 所以你吃多少都沒問題 都不用打肥 好啦 這樣就是我一天吃的食物 希望你們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都會拿多點靈感 在家製作多些健康的食物給自己 拜拜